各位乡亲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了几个问题啊 关于废石和通灵宝玉之间的关系啊 给大家讲了 通灵宝玉的真正的原型是废石啊 废石呢代表着人类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创造 成形啊 道成肉身啊 成形之后啊 吹了上帝的这个灵气 废石呢 是上帝的这个灵气 上帝的血脉 都是这个宇宙间至高的 至高的存在 然后凝结成了 这红色的这个石头 然后在贾宝玉 咸玉而生 当然他贾宝玉呢 我们讲的就上次节目说到了啊 就关于庙玉喝茶的问题啊 在给着贾宝玉一个绿玉斗 贾宝玉说你看给他们都是骨儿 给我这个都是俗气 这个叫 听必须提的叫事法平等 因为研究红楼梦 基本上都知道贾宝玉所主张的 所追求的叫做常平等 常平等就是井教所追求的 叫常平等 一个叫永远的平等 一个是所有人的平等 不分辐色 不分民族 不分国家 不分地域 不分穷富 不分文化水平 不分道性高深 也不分有名没名 所有人的平等 要消除所有人的之间的这个差异性 实现真正的平等 才是真道 大家才能一起上升 在本质上 叫合众为一 这就是 也就是所有人都有那块通灵欲 所有人都有那块通灵欲 那是你为王为圣的 那个标志和上帝 给每个人的契约 每个人就都带着那块玉玺 那叫传国玉玺 这个呢 如果要谁对你不公 比方像些今天的中共 压迫中国的老百姓 那每个人就自己就一块废石 那个废石呢 为什么叫废呢 废石除了气血血脉之外 他还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的那个声音 每个人发出来都是天使长的声音 都是上帝的声音 神的声音 所以你站在废石上 所以你发出来的声音叫上达九天 叫上达天听 这就是古人留下 离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 它是坚定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这名著里边 大量的出现的石头 到处都是石头 随乎赚108奖 以它来立约 以天降这个石头来立约 这些都是苏文空 石头变的 贾宝玉 就是这块废石 这些呢 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 所以昨天给大家讲了 给大家给大家讲出来了 我另外还得强调一点 为什么说 这个石头呢 一个是立脚的 这个和尚先说你这个大石头啊 你这个通灵宝玉 你这个石头 是只能踮脚用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大脚用 那个地方那个石头 我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这种红色的 烧红的那个石头 烧的像 像庆一样 瓷器能庆一敲 非常的清脆 像那种 那种叫灵弼石啊 就像灵弼 会那个灵弼 敲的声音非常的清脆 红色的 叫赤石 那个大脚印呢 就是用这些石头 组成了大脚印的 这个大脚印这个形状 大家明白了吧 就整个人类的这个基础 立约的这个基础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 另外他说 把它变成了扇锥啊 变成了扇锥一样 为什么叫扇锥呢 大家想一想啊 扇锥 你把扇子打开 然后呢 它像不像女娃手里 拿那个圆规呢 那个圆规 打开是不是就是扇面啊 我给大家讲过 这就是星球的轨道的扇面啊 它是有刻度的呀 它就对应那个 这边217 那边对应14 这边对应318 那边对应这个1016啊 这有它的那个讲究啊 这有它的解算 女娃的生日 也就是这个 它这就是圆规的 两个脚啊 也就是这个扇面的 这个扇子的 这个两个 两个臂 然后这个扇锥是什么呢 扇锥就在这个圆心上 扇锥就在这个圆心上 你可以想象 它这个时钟 时度围绕这个扇锥 这个圆心在走 就是人为天地心 从圆心到圆周 无处不平均 无处不平等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象征 当然了 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咱们不在这抬杠啊 另外 另外给大家可能说 昨天也用我那个 我这个保持我一贯的风格 那我开枪就骂啊 骂世界一切可骂之人 包括骂到了教皇 骂到了达赖 当然给教皇比起来啊 达赖的可能还是差得很远很远 两枚在一个两极上 有基督徒世界上 有二十几亿啊 天主教也十几亿啊 这个密宗呢 这个藏传 藏传佛教这一块呢 还必定还是人丁稀少 所以被中共欺负啊 这个 我我我骂人呢 尤其我骂 骂达赖 骂教皇 甚至骂李洪志啊 骂习近平 骂川普 挨个骂 我得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跟我学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该骂 都有该骂之处啊 大家都是平凡人 别披上这个外衣 那个外衣 就觉得神圣不可一世 全杀逼 我还那句话 大家都是平凡人 都是浑身的毛病 包括我所有人都是这样 这个世界没有不同 再个再个讲了 这些人 也只有我能骂 我骂他们 你想 包括骂李洪志也好 骂达赖 骂教皇啊 骂这些 这个活活 那个法王 这个大师 那个先知 大处招谣 不管真的大师 还是假的大师 我骂他们是应该的 这个世界上 可能吧 也就我骂他们 对他们 他们如果听见了 他得感谢我 他得感谢我 为什么 因为你单 这个干系 太大 担这个责任 太大 这个决策呀 肯定会出问题的 他们就说了 中国的腐败 有一个解释 有的时候 领导人不想这么腐败 但是他身边的人 亲戚 什么子女 就想腐败 没办法 他是个利益集体 确实是这个情况 对教皇来讲 对达赖来讲 对好多这种 包括李洪志 这些人 你看着众星彭月 你看着他是领袖 群伦 但是他其实是被牵制的 他其实是被裹挟的 被绑架的 他心里 你说心里不明白那些事 达赖不知道 还是这个教皇不知道 现在的末日已经到了 以后哪还有什么达赖 哪还有什么教皇了 以后人人平等了 什么观世音转世 什么佛菩萨转世 全是全是 全是胡扯淡的东西 人人是佛 什么扯什么 其他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他们 你说他们 你让他们 做出那些 不符合他们 现有身份的事 他们也做不出来 为什么 这叫一种惯性 一种裹挟 因为关于人家教皇 为什么骂他们 太子谁都知道 教庭 跟这个 梵蒂克教庭 跟中共 这种勾勾搭搭 这种交易 一直持续的 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整天就要传说 要给台湾断交 要给中共建交 要是并且现在互相承认 对方的派出任命的大主教 中国在中共 在全力的打压基督教的 这个时候 然后教庭还给中共 保持这种 教庭的 教庭 那些大洪裔主教 我不知道教皇 有没有说什么 那洪裔主教 还表现出 对中国的那种理解 他完全是把自己 当成一个国家了 当然有的说 教庭是一个国家 是 但是大家别忘了 教庭是什么 它是一教会 它是以上帝的 在人间代言人自居 耶稣是被谁告死的 为什么圣经上写 耶稣被这世俗的王权 和这些 和犹太祭司 他们构结起来 把耶稣害死了 然后现在教庭 把自己当成一个国家 然后还打不打什么建交的关系 两国家之间的建交的关系 跟中国 要跟中国的恶魔政权 这勾勾搭搭 眉来眼去 他觉得挺合理合法 挺神圣的 那叫傻逼 什么脊巴教皇 傻脊巴玩意儿 纯粹的健壮 老子骂他 看得起他 老子也不骂他 没有人给他施加这个压力 他这样走下去 错骨扬灰 他想神行俱灭都不可能 因为他就是 他会成为恶魔的代言人 对我对应他的这个称华 就是硫磺火壶 就永远永远的断烧 答来也是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游戏 因为说到答来 我就因为在中国呀 这个密宗啊 这个藏密啊 传了很多年了 传了到处都是 包括你看这个 你看像我下边这个评 单增瞎巴这个朋友呢 他肯定也是 也是泰国汉也说了啊 是是这个啊 但是咱们说啊 任何这个 任何一个宗教 都有好人有坏人 任何一个宗教都不例外 包括就说这个警教 不管怎么样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这个藏密有很大的问题 有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跟 跟统治统治集团之间的 这种天然的这种属性 跟罪恶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在北京的时候 跟这些朋友 信藏密的朋友 就打过很多交道啊 那些都很多 有官的有官啊 有钱的有钱啊 有名望的有名望 但你明显能感觉到他们 他们的那些 那就认了个师父啊 这个认了这个师父 认了那个师父 彼此之间 第一个这种攀比 好像说我这个师父 活佛比你那个活佛大 你那个活佛还得 还得认我这个 是我这个活佛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要插好几辈 还有他们这个 同样一个活佛的 这个弟子凑在一块来 就是钱啊 你给的活佛多少钱 我给的活佛多少钱 是吧 大家都把多少钱交上去 交上去之后 好像就得了特权了 是吧 就可以就可以为非作胆 吃喝什么 喝酒吃肉 当然更不在乎了 就是好像得了这个什么 得了这个犯罪的特许权似的 作恶的特许权似的 搞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师父都没问题了 师父都会给摆平的 当然这些东西 藏密在历史上并不光彩 就像佛教的这个道教 在中国历史上 大多的时候 就他就是统治者的帮凶 你说中共 当然今天说这个 宗教不是搞政治 他什么时候 这中国宗教的任何这个朝代 他不是搞政治 他搞什么呢 他就佐政用了吗 朝廷就用他来 任何历大同志都会善用各种宗教 来帮助他进 帮助他统治 吹嘘他们这个什么皇权的这个神圣性 什么天子的不可触碰 天子的这个天命 打消老百姓的这个反抗 反抗意志 到今天这个情况有变化吗 没有 没有变化 这些所有的这些宗教 这样的这个 跟这种统治 不管你跟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这种勾连 还是跟统治集团到下边这些 中低层 包括这些勾连 那都叫作恶 那都叫对宗教 对神的 对这个宇宙法则 最高 最高法则的这种背叛 当然 当披着宗教的外衣 所以这些这些我骂的骂他们是轻的 达赖在历史上 咱们一说达赖好像多么神圣似的 有什么好神圣的 查查查历史 真真实的历史记录 有多少个达赖活过20岁的 有多少个达赖活到亲政之后的 有几个历史上多少回达赖了 有什么意义呢 更别说他们有什么造诣 什么佛学造诣 更别说什么标柄史册的功绩 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切的历史就是一个政治史 政治史就是肮脏的 就是勾兑 包括今天达赖跟中国有勾兑 始终没有断过 始终没有断过 当然这个东西不能愿达赖自己 因为整个体制就是这样的 但是从任何一个层面上 看不出达赖这个职位有什么好神圣的 但对今天这个达赖 就像今天这个教皇一样 他们在今天这个体制里 他要在全世界晃荡 你要说他还做出那些 还还拿出像 像中国在中国那个样子 那个那种无赖流氓的 那种就会搞什么性命双修的 那些东西的 他能混吗 他不能混 所以表现的话 一个很文明 一个很博学 一个很人道 但实际上做什么事呢 就像法轮功一样 什么呀 信徒基础的信仰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所谓的傻逼领袖们 没他妈一个是好人 包括达赖今天说达赖 达赖是什么好人吗 不是 他跟咱大伙一样 浑身的毛病 满心的那种怯懦 有什么大智大用大智谋 一条都看不出来 服从于这个惯性 服从满足于自己的 这个这个惯性 靠这个惯性 靠这个 靠这个什么 靠这个位子 坐在这 觉得自己 自己好像跟天都不一样似的 什么东西嘛 有这样的崇拜存在 对这种人间的这种 批着所谓领袖的外衣 批着这个观神音转世 那个批着什么 佛的转世 那个批着这个转世 那个转世 批着这个外衣 在世间招摇 都是恶魔 都是傻逼 都是健壮 他们听见我骂他 他就磕头谢老子 这个世界 因为只有老子有资格骂他们 骂他们 能给他们骂醒 能给他们增加的 能给他们改恶向善 坐在末世 做出正确的选择 能给他们增加点压力 能给他们增加点助力 他这八倍的造化 从这一点 甭说老子 老子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 就老子 几十年前 老子没拿过这些任何人 当个聪明 全傻逼建筑 这个世界只要存在 对这种假神 假偶像的那种崇拜 人也不肯得到拯救 上帝设计 涉及这些人 涉及这些 这些假佛 假神 假偶像 在世界化 有是干什么用的 我跟大家讲过没有 就是让老百姓来踩倒的 就是让老百姓来批判的 这个就是要世界 包括基督也是 他要这个世界所有人 踏上了一只脚 踏在他们身上 生入天国 完成悟道 完成这个肉身成圣 完成生华 完成阳生 这些人的使命就是这样的 到这个节目 把自己包装成 还多么神圣 多么神圣 多么高大 那不是傻逼什么 不是建筑是什么 就像藏密这个问题是的 这北京多少假的 北京了 全国有几万个活佛 但就按中国的说法 是认证的活佛 有五千 都是什么东西吗 老的北京 真是见过不少啊 有一个像样东西吗 拿着几本经 弄个几句 之后 记得咕哩 记得咕哩 自己知道 什么意思吗 全都 操傻逼 要不骗钱 要不骗色 干过什么正经事 他们干的那些 包括教皇 包括密宗 这些 包括达赖 跟中共 这些勾连 老子真明白 真清楚 他们干的事 都老子 没有不知道的 见不得人的那事 只是有些事 不愿意说 让他们自己 让他们自己说 看他们自己 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看有没有这个月 有没有这个机缘了 但是毫无疑问 末世 末法 末节 朱末时期 所有人像 成圣 成道 就是要扫掉 一切的傻逼 建筑 人类才有机会 如果你留着一个 戳在这 全是全是人类的 不可能得到拯救 当然今天 我保持 还是说 我保持一贯的 那个秉性 这个世界上 没有老子不敢骂的 没有不该骂的 圣经上怎么说的 有一个好人吗 没有 前提 老子又不是好人 老子早就说过 老子不是好人 是他妈 别他妈装好人 末节还没来 末节的锻炼都没过 这个是佛 那个是圣 傻逼 说这些东西的 追求这些东西 都是他娘的作孽的 之前作孽就做了 该骗子骗了 骗吃骗喝 骗财骗色 骗名骗利都骗了 但现在 不行 因为现世就爆 现世就爆 根本就没有在你们轮回转世的 那样的机会 我们今天 昨天 还是 其实 我这个人有时候 刚才说 我不是好人吗 今天给大家做个证明 其实我昨天给大家留了一个 一个误导 有一个bug 就这马拿西的问题 我还很高兴 看下边有一个评论 说了 因为我说是马拿西 就是这个 启示录里 点算 就深渊 大家呼求深渊 但天使说 等等 等我点算了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鹅 点算了 但其中漏了这个 第五 第五支派 就是个带 我说他是深渊者 他的名字就是深渊者 然后呢 就是马拿西 其实呢 不是马拿西 这个是谁呢 是以法连 我呢 我呢就是想 这些东西 我就想看看大家 下边有没有 朋友的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这些细节问题 很多朋友确实不关心 我们很多 讲太多太多 所谓的虔诚的信徒 连圣经都没 我都很怀疑 他们根本没有 从头到尾的读过一遍 直接也就是 表现得很虔诚 虔诚都是嘴上的 并不是真的虔诚 也不理 他们也不管圣经上 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什么东西 因为你不要听那些解经的人怎么说 你要看圣经上怎么说 你对他的这个理解 其实呢 这个 先是隐的 隐的 就漏的 谁呢 是以法连 我经常给大家讲 为什么 他的含义 以法连什么呢 大家知道 约瑟 第四第十一子 约瑟 被他的兄弟害了 但是有这个机缘关系 见到了埃及地 在埃及呢 当混到了宰相 因为要给这个 他给这个法老解梦 解梦之后呢 法老认为非常的好 就最后当了宰相 当宰相呢 但是他这个 他迦南地啊 他这个老家 他爸雅各 包括他其他的十几个兄弟 他们遇到大饥荒了 需要买粮食的埃及买粮 所以借这样的机缘 约瑟把他的兄弟 包括他父亲雅各 那就接到了埃及 接到埃及 咱们其他细节不说了 因为这个雅各呢 那时候已经改名叫 神已经告诉他 他叫以色列 他改名叫以色列 不叫雅各了 然后他就说 说约瑟啊 你在我来埃及之前 你生的俩孩子 以法连和马纳西 那是我的 那是属于我的 等到我到了埃及之后 你再生的孩子 他属于你 大家不想为什么吗 人家凭什么 你没来的时候 生的孩子就是你的 你来的以后 才是人家的吗 这个没法说啊 所以这个 然后呢 这个约瑟呢 就把他俩孩子 领到这个雅各的面前 就以色列面前 以色列叫 意思叫祝福嘛 这是西伯来 西伯来教啊 西伯来犹太教的 这个很重要的仪式啊 因为要 这个家族中 这个传人啊 就是这个祖辈的 这个祝福啊 他相当于一种 确认他的家族中的 这个地位 也是一种预言 代表神的这种预言 他以神的名义 进行的这个仪式 然后呢 他特意的约瑟呢 把他这个 伊法连呢 因为是老二 这个马纳西呢 是老大 但是那个 这个约瑟 故意的把他这个 俩儿子放到 放到这个雅各面前的时候啊 故意的把他 因为他是 以右手为掌 以右手为大 所以他故意的 把这个 把这个把这个马纳西呢 放到他的右手边 把伊法连呢 放他的左手边 因为伊法连小 但是 这个雅各呢 哎 就是用右手 他把手挪过来 用右手 按到这个伊法连的头上 这时候这个约瑟就说 约瑟就不高兴了 就不欢喜了 就是特意把手拿开 说说你错了 你错了 这个是这个 长子这个老大师的马纳西 但是这个 雅各呢 坚持他的意见 说你不要管 哎 你不要管 这这记得这是神意吗 然后他就两手交叉 反搭 我就说 两手交叉 大家看到吗 就是一个X形 两手交叉 反搭 反简的双手 等于这个 把这个 他左手 按着马纳西 右手 按着伊法连 然后给他俩祝福 他这样一祝福 好 这事就成了 就什么了 他等于收养了 用约瑟 那个雅各已经说过了 你这俩孩子是我的 就像其他 你的其他兄弟 属于我一样 他就等于是收养这两个孩子 作为他的 他就成了 把他提了一辈 本来是孙子 提了儿子辈 并把他俩明确 把他俩的顺序 颠倒了 因为这个顺 这个意思在于哪呢 因为约瑟知道 他是第十一 第十一 十二支祖里的第十一 就像他相当于水平座 他相当于水平座 这第十一 第十一呢 他应该是 这个马纳西呢 生为长子 他应该继承 他第十一 十二支祖里的 第十一的这个名头 伊法莲呢 他是 他是老二 他其实没有资格 去继承那个长子 那个名分 但是这样一搞的话 这个雅各 以色列这样一搞 反过来了 他就出现一个 非常戏剧性的问题 什么戏性问题 马纳西 他俩 如果都作为 雅各的这个养子的话 他雅各原来有十二个儿子 加上俩就十四个 那等于是 马纳西 他他应该是 这个天生的 他是天生的十一 因为什么 他天生的长子 他应该继承这个 约瑟的这个长子 这个名分 他是十一 继承这个十一 但是他呢 反而呢 现在被这个雅各这样一弄的话 他成了 他成了十四了 他就无缘继承这个雅各 这个十一了 他是天生的十一 但实际上被雅各 给案成了十四 这个十四个儿子里 就腾着十四了 他记住啊 天生的十一 应该继承十一的 但是呢 被雅各按成了十四 以法联跟他正相反 以法联本来一个天生的十四 天生的十四 但是被他按成了这个 按成了这个 长子要继承十一 他就一个是天生的十一 然后按成了十四 一个天生的十四 被按成了十一 这俩呢 就是就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呢 但问你咱们 就说以法联 他呢 你天生的这个十四 是吧 但现在呢 按成了十一 他要长子 他要继承十一 但他排名就第十三 就是一一一三 就这样一个数 这样一个数呢 大家知道西方阿弥陀佛啊 就我们阿弥陀佛这个诞辰啊 就是他是这个十一月十七 但有的朋友说了嘛 这个说是他是这个 五代时啊 就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汉南唐朝的时候啊 就是他是这永明和尚的 这个永明禅师的 他的这个生臣 我到底说 为什么呢 就像佛祖 为什么是这个四月初八生的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是二月十九 这些数字 他有什么意义的 就跟我们今天 刚才讲的这个 这种仪式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他就是 因为你现在这个永明禅师 他是传法就净土宗啊 传法第八代组啊 就第八代 就会但是 网上网上的这些这些代呢 为什么都不用他们的生 单单独用这个永明延寿 这个这个禅师的 愿意法师的 用他的呢 很简这个道理 他就取他的这个数 取他的这个1117 这个诞辰这个数 1117诞辰的数 在360度里啊 圆着360度里 他是第317度 317 用一天 一度一天 一度一天 317度 317度呢 但对应黄道的呢 对应黄道的365天的 这个317是多少呢 是11月13 是11月13 今天任务大家讲一个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呢 他是这个 就是他就他是这个 他其实他不属于东土世界啊 他是阿弥陀佛的 就是邪士啊 就左邪士 一个左一个 就刚才说 一法联跟这个 马那心仰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啊 为这个争 他应该是 他是观世音菩萨 属于这个阿弥陀佛的 他是站在阿弥陀佛身边的 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生辰呢 2月19 当然他是 妙善的 三公主 妙善的那个生日 他也不是天生 就天生就2月19的 他是后来 也是后来 这些大师们 在天启之下 就像这个 雅各的以色列啊 在上帝的旨意下 他做出这样的 反搭双手 把他俩的生 把他俩的这个 这个顺序呢 重新做了排定 他就是在讲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就观世音菩萨的2月19呢 比方他是这个 圆规的一边 另外一边呢 就对应对应对应 对应11月12 对应11月12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是 11月13嘛 那你站在阿弥陀佛的 左边 按着这个 右右边 那就是11月12 然后呢 谁呢 大师智菩萨呢 就是阿弥陀佛菩萨 阿弥陀佛有两个 这个邪式 左邪右邪式 这个菩萨 另外一个大师智菩萨 大师智菩萨的 这个诞辰是7月13 大家刚才讲了 这个11月17呢 他是第317度 317度 这根线呢 通过圆心 对应的 对应的 对应第几度呢 他这根直线 一头317度 一头就是 137度 137度呢 就是大师智菩萨 这个7月13 这个诞辰的 这个由来 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师智菩萨 锁这个317 他的通过713 这个诞辰 锁这个317 然后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诞辰呢 他又对应 这个11月13 11月12 最后其实都来锁定 11月13 为什么11月13呢 因为在中国 11月14的时候 用时差这一天 古人对这些东西 是门清 为什么 搞和大家 一定要搞明白 这个精度 搞我们这个纬度 跟日月 地月星之间的 这个运转 这个关系呢 就这个意思啊 他就是锁定 这个11月13 因为在东土 在东土这个 东方流离世界 那就是11月14 黄道在这边呢 他就是11月13 也就是这个雅各 以色列 为什么要 搞这样的一个事啊 搞这样一个 搞这样一个仪式 把他俩颠倒 这个顺序 说到大家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啊 就应该明白了 一切基督教之间 跟这个佛教之间 他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这都是他里边 那个单 最后都锁定 人子再来 人子再来 就是那个凭证 那为什么强调 的人子再来呢 就是因为 基督也好 弥勒也好 他都是人子啊 但是如果 你能证明 他是 他是受益的 上天受益的 他是基督 他是弥勒 他就 那个意思 那所有的人子 都是 都是 就这个道理 就像耶稣 耶稣讲 为什么圣经里 不厌其烦的 排他的家土呢 谁生谁 谁生谁 一排多少代 为什么不这样排呢 那很简单道理 亚当是神的儿子 从亚当往下生的所有的人 他一代 哪一代 不管哪一代是谁 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神的血脉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他为什么要 比方说 有的朋友说 天降 上天天降 基督天降 耶稣天降 什么神仙天降 那你直接从天上掉来 是吧 那多荣耀啊 那多荣耀啊 你费钱干嘛 你跟人一样的 是吧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是吧 那大家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任何区别吧 就是所以 他这讲究是 讲这个意思啊 基督弥勒呢 这就是那个井 我们讲的那个丹 那个丹 包括伊斯兰教也是这样 今天不再讲伊斯兰教 改天会 专门一起说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呢 也一样 万教都一样 这个世界 上天 这个宇宙最高的自然法则 给所有人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凭证 证明所有人都是基督 所有人都是弥勒的 不存在任何一个高 不存在任何一个低 他为什么说 我骂教皇 我骂这个达赖 骂李洪志 骂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宗教领袖们 都是杀逼 都是建筑 为什么 这他只要有一天 他嘴里不 不从他那 公布出真相来 来给上帝的这个法则 预言 上帝的这个剧本 做见证 给这个真理做见证 他就是杀逼 就是建筑 我今天能骂他 等我 我把这个秘密揭开 所有都有资格骂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在贪战着上帝 给他们的荣耀 不干上帝 交派给他们的使命 拿这个当信用 拿这个当理由 被这个体制 被他什么团体 利益裹挟 什么历史问题 及遗留问题 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 很简单的道理 耶稣 作为人子 作为基督 作为拯救者 以这种屈辱的方式死去 是为什么呢 那告诉大家了 这种 这种现在传统的这种政体 这种世俗的国 世俗的人 人人不平 一部分人统治 其他的人的这样的制度 是罪恶的 是原罪的最大的体现 最大的罪恶 所以这个时候 像教皇也好 包括达赖也好 所有的这些人 以宗教的名义 以上天旨意的名义 还坐在那位置上 还搞成一个国 搞得最像国王一样 什么样的傻逼 什么样的剑种 才能坐在那位置上 自己不脸红 自己还在那位置 还他娘都坐得住 全那么操 傻逼 好 今天本来想说的 其他的事啊 咱 但是先到此为止吧 咱们明天接着再聊